全球女性第二大死因的子宮頸癌 其實有98%是因為感染的HPV病毒 男性也鐵定脫不了關係 男生的話就是嬰精癌鋼紋癌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男生的口咽癌 除了跟抽菸、吃檳榔又比較大相關之外 跟HPV的感染也很有相關性 英國醫學雜誌上的研究發現 HPV的感染是引起口香癌的主要原因 而且這種關聯性在年輕人特別明顯 只要你有性行為 大概有八成的機率會被傳染 所以我們通常是會建議病人每年做抹片 我們在中度或重度癌症病變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子宮頸癌的送到感染的地方 去做一個切除 我的問題是說 現在在處理這個HPV的這個病毒呢 在西醫上面他們可能就是會用雷射啊 手術啊或者是藥品塗抹去燒灼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真正的病毒應該還是在體內吧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病毒不會在自己身上發作呢 我覺得新冠病毒的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就是如何透過中西醫的合併使用 讓效果變得更好 讓效果變得更好